这个顶尖武士杀人只需一招 手握长刀速度快过子弹 有着单人干翻百人武士军团的战绩 此人人称东阁 此时东阁手起刀落 刀尖扎入水面 下一秒 血水和尸体一起浮上来 隐藏在水底的杀手 瞬间下线 随之周遭数十位武士 祸水而出 这个男人拿着长刀 朝着敌人一路飞驰而去 遇过众人的那一瞬间 空气中虚无弥漫 敌方千刻间倒地团灭 最后 只要干掉死亡名单上最后一位敌人的东阁 打开盖子就发现了一个天真烂漫的婴孩 看着孩子朝他微笑的样子 东阁瞬间迟疑了 尝到入窍 只是瞬间他就决定放过孩子 并带着他一起走 两个家族已经对战好几百年 天里的仇恨一代比一代深 选择放过敌人孩子的同时 他也把自己置于同族的队里面 东阁一路遭遇同族追杀 就连吃饭的一个服务员 都可能是隐藏的杀手 东阁一无所有 也对这些人毫无畏惧 为了保护孩子 一路干掉追兵 转而烧掉了自己的武士装备 坐上了远洋的船只 目的地是他国的一个小镇 奈何刚到 东阁这操汉带孩子的奇葩方式 就把小镇人民都纷纷吸引了过来 和居民的交流中 东阁发现 居住在这里的帖子已经离世了 于是 看看周围这漫漫黄沙 和蜜蜂蜂蜂的小镇人民 东阁当即选择 接了帖子留下的洗衣店 和孩子一起生活在这里 但一个男人 连媳妇都没有 就更别说带孩子了 孩子被他这么又拎又提的 能活到小镇 那就是个奇迹 好在这时 镇上的女孩小美看不过去 找到东哥家里主动帮她带孩子 虽然同样没有结婚 女人带孩子明显比男人靠谱的多 一进门就给孩子换了尿布 随后 她又发现这个男人 作为洗衣店的老板 竟然不会洗衣服 于是 小美又开始动手叫她洗衣服 但也不是无常的 两人商量好洗衣服赚的钱四六分成 就这样 东哥就带着孩子 在小镇上过上了平静的生活 小镇居民大多都是马戏团的成员 行为诙谐又夸张 很是可爱 经常逗得孩子大笑 但强悍如男孩一般的小美 是在这时引起了东哥的注意 仔细问了附近的居民才知道 原来小美之所以 一直拿着两把刀练习准头 是因为她要替家人报仇 小镇多年前曾经遭遇过一群强盗 当时 小镇上所有财物 都被他们洗劫一空 守护寸铁的居民们 还被他们绑起来 当众羞辱 小美因为漂亮 很快引起了强盗的注意 强盗头目想要霸占她 但小美誓死不从 抬手就把一锅滚烫的热油 当场盖在了强盗的脸上 随即跑出屋内 奈何强盗们都有枪 很快她就追了上来 直接开枪 一枪把小美击中在地 随即 小美一家也被强盗迁怒 当场打死 后来强盗走后 居民们看小美还有呼吸 小美重病痊愈后 她便把报酬 作为她人生唯一的奋斗目标 知晓这些 东哥心疼小美的遭遇 似乎也从小美的童年中 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于是便开始教她用刀 教她功夫 这个男人把自己当剑靶 眼睛都不眨的 看着眼前模样女人 胡亮往自己身上飞刀子 一边看 还一边指导她集中注意力 好像只怕对方打不中一样 看着地上的小娃娃 这眼珠子左右乱转 那就一个惊呆了 不过 这方法还真的管用 几天之后 守三党的妹子 还真的被我东哥 调教成了双刀李小美 与此同时 坐落在荒漠的小镇 鲜花盛开 已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圣诞节 大家聚在一起庆祝 一起欢笑 一起跳舞 小美和东哥 也陷入了暧昧之中 你弄我弄 但好景不长 很快 小镇的欢笑便夹人而止 一群强盗骑着黑马 碾碎鲜花 再次来到小镇 众人被他们拉到广场上 嘲笑挑衅 马戏团小丑 被当作枪板练习 无意闯入的罪鬼黄毛 也被马匹拖枕 在地上绕圈折磨 场面十分残忍 小美在草丛里 看到这一切 提着道就想冲过去 跟那些人拼命 但随即 身边小矮子人 和众位居民 就捂住她的嘴巴 把她带走 绑在屋子里 因为当年 她用热油 毁了强盗头子的脸 令人还记恨在心 她这一出来 指不定就又要 再被射杀一遍 但小美替家人 报仇的信件太强 当即就用手中的刀 割断绳子 离开了房间 此刻 强盗头子又在小镇里 大肆享受 小美穿着漂亮的裙子 直接把自己送上了门 为了勾引对方 趁她不备 直接砍掉她的脑袋 但小美自然长大了 相貌也变了 但强盗头子 仍是凭着小美身上的气味 辨别处 她就是当年 害自己毁容的女孩 随即 直接让所有手下 都上来折磨小美 东哥知晓这一切后 拿着自己春风已久的五十张刀 直接破门而入 东哥 不愧是我东哥 时刻这么长时间 仍然是一招致敌 刀刀毙命 就在她要干掉 强盗头子的时候 小美却拦住了她 声称 人是她的 应该由她来杀 就在两人说话的瞬间 强盗推着小美 直接跳下二楼 随即逃跑 小美一路往前追 拿起手上的刀 想着东哥曾经 教给自己的功夫 直接一刀甩了过去 戴着面具的人 瞬间摔下马 当场死亡 但随即众人也发现 这个根本就不是强盗头目 那人临走前 把面具掉了包 自己跑了 小镇再次安静下来 东哥决定带着孩子离开 今晚的事情 恐怕会给小镇上的人 带来灭顶之灾 可居民们 却齐声挽留她 即使她走了 他们现在 也已经被那些强盗盯上 他们请求东哥留下来 帮助他们对抗那些强盗 恢复小镇 从前的宁静的生活 东哥为了保护大家 最后还是答应的 于此同时 小镇居民 也开始准备和强盗们的对战 他们觉得 上次那些人 在这里吃了大亏 很快就会带着人 再次找上门来 小爱人打开地下 深埋已久的弹药和枪支 开始训练小镇居民使用 没剩下 这个小镇里 也是藏龙卧虎 不光东哥是顶级武士 隔壁罪鬼 还是个神枪手 看着远处黄沙滚滚 大批强盗来袭 众人严振以待 东哥也手持武士长刀 站在小镇中央 等待一战 黄沙弥漫的荒漠中 一群骑着黑马的强盗 朝着中央小镇侵袭而来 东哥手持武士长刀 准备迎战 战马进入小镇的瞬间 终于爆炸成冲天 马匹纷纷倒地不起 东哥手挤刀落 在毫无视野可言的黄沙中 来去无影 众人只能听到刀子 和泄入摩擦的声音 便有人应声倒地 强盗们纷纷左顾右盼 试图加倍警戒 但依旧不能免除死罪 稍后 黄沙落下 强盗头子带着紧盛的几个小弟 进入空荡荡的小镇 随即 马戏团马出发动 旋转木马也开始运行 强盗们一脸懵逼的 看着眼前的动静 下一刻 小沙炸弹直接爆开 百米摩天轮指上 神强手最憨大叔 朝着下面一枪一个 居民们也纷纷拿起枪来 对抗强盗 就在强盗们 全身心对付摩天轮指上的 神强手之时 东哥的视野瞬间闪现 指尖翻步后的一对强盗 血液四剑 当即倒地 招式用刀 那叫一个甘肢利落 随后爬上摩天轮的这些强盗们 上不去 下不来 神强手直接划着索盗 逃离 引爆摩天轮上的炸药 杀事件 爆炸声再次响起 蘑菇云升空 强盗们几乎团灭 奈何就在众人庆祝自己成功的时候 一声枪响传来 人群中的一个小丑 当即被射中倒地 众人连忙往小镇里面跑 奈何 随即天空黑压压一片 装着武士战俘的杀手们 从天而降 一声沙子令下 武士们瞬间落地 开始解决这群强盗 奈何武士们的目标 本就不是强盗 看到此时 东子带着居民要跑 立马转头追了上去 刹时间 三方开始混战 逃进屋子的东哥 提着刀子 看着屋外追过来的人 直接一刀穿过他的胸膛 随即 屋顶又以武士坠落 小米连忙夺身而上 也跟着干掉一个 但就在此刻 一声婴儿啼哭 孩子竟然被强盗头子抱走了 其二人也被强盗干掉 领了盒饭 武士们闻声 为了抢走孩子 都纷纷追上强盗 两方打坐一团 随后而来的东哥健壮 直接关掉了房间的灯 强盗们听到声音 不断往外射击 而此时的武士们 又没了视野 东哥便趁机执行 遇神杀神 遇佛杀佛 很快就到了 强盗头子的门前 看见东哥豪犯未伤的进来 强盗头子立马拿枪 对准了手里的孩子 威胁东哥 让他别过来 东哥面色冷静 淡然处置 但他越是这样 强盗就越是犯怂 对着东哥 就要扣下扳机 下一秒 东哥踢着长刀 飞升而上 趁着子弹要射出的 零点零几秒钟 直接砍碎了 强盗头子手里的枪 子弹愣是没射出枪口 但这次 东哥没有一招 让对方毙命 而是把他留给了身后的小美 开始小美 还不是强盗头子的对手 被他一次次按着打 好在随后 他拿起精神 趁势一刀砍断 强盗的脚筋 强盗无力倒地 小美一鼓作气 直接将长刀 扎进他的背起 大仇终于得爆 本以为到这里 事情都结束了 但小美和东哥 抱着孩子出门一看 东哥的师父 就在外面等着 张嘴对着东哥 就是一顿洗脑 让他杀了孩子 斩草出根 东哥当然不乐意 两人就在外面荒漠上 急以死战 从白天打到黑夜 两人起初还起鼓相当 欲望后 老头子别越吃力 随后 只见他的脖子 突然出现一刀血痕 老头子注定要下线来 可在上线前 他还依旧不忘给东哥洗脑 你是杀手 你必须杀了你最大的敌人 你所爱的一切都必须摧毁 东哥反而想起 曾经黑暗的杀手生活 同时也意识到 从当初选择 让孩子活下来的那一刻开始 他这一生 便注定颠沛 东哥最后用一片花瓣 逗笑孩子 让他再次赠予自己一个微笑 随即伸手接住他的奶嘴 放在怀里 留住最后的温暖 转而提着长刀 转身朝着太阳落下的方向走去 却能孤身一人迎战未来 影片在男主继续手认敌人的画面中 落下帷幕 整个影片加入了不少电影特效 来鸿托环境气氛和动作爽改 视觉效果很赞 片子赤字5000万美元 加入了好莱坞的制作团队 属于韩美合作 拍的武侠片 东方武士和西部北京结合在一起 让人不觉得眼前一亮 这部电影 无论是一望无际的西部美景 和张建东的颜值 都十分值得一观